今天水配要变天了 十丽气象爬爬购 先来到了武林农场 报气象 十丽早安 嗨 家如哥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啊 现在这深秋时节 不只是国外 就连台湾在高山上 都非常的缤纷 现在十丽来到哪里 来到了大家熟悉 也是十丽非常熟悉的 武林农场 现在这里的落雨松 真美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世销现在熟悉在的 这一片落雨松还有水山 这一片林区就在 露营区的这边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一边除了有落雨松之外 也有水山 那么一起构成了这一片 金黄又缤纷的森林 当然了 这落雨松可以看到什么时候呢 我要赶快请出 我们武林农场的副厂长胡傅 嗨 熟悉好 哈啰 你好 早啊 你看为了你的落雨松 你看我这一身装扮又要浪漫起来了 是啊 这里真的好有北国的风情 是 我们在落雨松 差不多什么时候开始转红的 因为我们的加入主播前两个礼拜来 他还说感觉落雨松还蛮绿的 对 大致上大概就是两个礼拜 大概这个月月初 十一月初的时候慢慢转 而且它这个会持续的一直慢慢转 转到目前是最好的时候 大概到十二月的中下旬 都还有很有看头 到十二月中下旬还很有看头 是啊 所以其实大家这一段时间 不妨就来体验一下 我们的文林农场 落雨松还有水山 这种北国的风情 除了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 是露营区 对不对 那还有什么点是您觉得 还不错可以建议的 大家如果要拍那个 冬季练歌的场景 可以到我们的 国民宾馆后面的那个 有个超大 超漂亮的落雨松 非常适合 对 它非常的巨大 而且又高 对 雄壮威武 而且现在武林宾馆后方 还有一些枫叶 是 还有 也还蛮漂亮的 对 其实除了落雨松 水山之外 武林农场我觉得 还有一个很有看头 对 我们有一个芳香万寿局 瀑布 对 花瀑布 这芳香万寿局 可以形成瀑布也不得了 非常的壮观美丽 非常壮观 我看一进来就好多 这女孩子或网红 在那边拍照 你知道 非常的美 事实上除了现在 在露营区这一边 还有就是我们入口 有芳香万寿局 有落雨松 有水山 大家来欣赏风景的同时 当然了 买东西 吃东西 我们今天介绍了 在这个露营区的美食 是 对不对 同时其实现在正当令的水果 有什么呢 金刚狼出现 金刚狼达人 我觉得金刚狼大家如果遇到他 要给他拍拍手一下 他很辛苦 又当了我们的什么 人 猴 冲突 巡护 巡护队 巡护队的队长 听说猴子看到他就怕了 现在卸下了队长的角色 要来告诉我们了 现在正当令在梨山 还有环山部落最好吃的水果是什么 现在正当令就是我们的雪梨 还有田市 雪梨啊 蜜苹果 还有蜜苹果 这田市也太大了吧 还有啊 大家有看到吗 这个是雪梨啊 我觉得啊 下一次熟理应该来拍一下 梨山的雪梨了 这么大一碟啦 比我的脸还大耶 而且听说现在正当令对不对 雪梨啊 这个看它这么大一碟 但是又甜又多汁 而且它的肉质还蛮细密的 对 除了雪梨之外 当然了 田市 田市也是我们梨山 现在产量最多 而且正当令的时候 还有就是我们武林农场 也有一些蜜苹果 对 对不对 除了蜜苹果听说 现在都有蜜线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我只看到你会怕 这苹果切下去到底有没有蜜线 我们看 金刚狼 来... 蜜线 我给你讲 你这做假 有点严重 来... 你要不要夾 他之前怕没有蜜线 所以先切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是先切了 来 再一颗 再挑一颗 我现场考试 我一定要考试 这么小一颗就有蜜线了 你确定 确定 有... 我们来看看 来读 来读 我给你讲 读书的要请课 要请课 你是经常书的人 有 有蜜线的 当然没有 我给你讲 这没有先切 当场切的 当场切的 这个来吃一下 来... 来 吃一下 好香喔 酸甜 大家来这边 不管是福寿山农场也好 武陵农场也好 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要抢蜜苹果 好 我觉得蛮建议大家 你看武陵农场的航菊 对 我觉得也很推 对 尤其你看看 你去哪里看这个航菊 这么大朵 然后泡在水里面 真的好戏剧喔 我觉得这个视觉的享受 光看就很疗愈 温暖 高山海拔的这个航菊不多见 全台湾独一无二 只有你们 只有我们有 我还讲不多见了 结果是独一无二 所以其实像我们 也做成了航菊的冰淇淋 对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 还有航菊的牛軋糖 这牛軋糖我觉得要来吃一下 听说是非常夯的人气伴手禮 对 之前卖到缺货 对 天啊 航菊的牛軋糖 你吃这个 我吃这个 好脆喔 这也是航菊的餅品 好香 黄黄点点的牛 这是航菊 你要找不救我报气教 但是我不太想报气教 好吃啊 我觉得 我觉得 在高山冷冷的吃冰淇淋好过瘾喔 特别 好过瘾喔 超过瘾喔 超有Fu的 超有Fu的 早不就叫我报气教了 你们不要再想我了 是... 买东西吃东西啊 而且我觉得要支持小农啊 对 这个时候我们离山地区 还有环山部落的小农们 对 尤其这水果这么大这么美 不买怎么可以 对不起自己啊 对 这都是原住民生产的 我们都非常照顾原住民 对 把他们的水果来推销给大家 非常好的品质给大家 其实我们武庭农场有卖 其实到了环山部落 好好去走一走 来一趟深度农游之旅 也很不错 淑莉总统的这个环山部落 我发现现在那边有很多民宿 很有品质 很精致喔 而且连你看看 淑莉特地买了喔 他们自己一些青龙返乡 然后自己做的这个手工面包 是 是 很有品质 我觉得也很值得推广 值得鼓励 所以其实来到武林农场 再到周边的环山部落去走走 对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趟 这种高山旅游喔 那当然天气还是要爆啦 是 是 是 来 来 来 先来看看 来 我们赶快来看看 从卉星云图当中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今天天气的变 这个东北风已经南下了 尤其今天下半天到晚上 东北季风就会增强 那么因此在迎风面 尤其进入北海岸跟宜兰 今天雨会越下越 越晚越明显 当然了 到了晚上之后 就连桃园以北都有下雨的机会 但是中南部是不受影响的 你可以看到现在在武林农场 阳光出来了 感受就温暖多了 对 对 对 不像清晨 跟五六都很漂亮 好漂亮喔 好 雨区预报 我们就提醒您了 从今天开始下雨之后 大概断断续续就要下到下个礼拜二了 所以还是特别提醒下雨的区域范围 主要是桃园以北到东半部地区 那么尤其迎风面 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到宜兰 要注意局部是会有大雨的 未来这几天除了下雨之外 还要提醒的就是 这个炼喔 温差变化是大的 因为前两天其实还蛮邪落的 昨天台北就超过了30度 那么南投也超过了32度的高温 今天的台北高温 你可以看到 差不多就来到26度左右 所以跟昨天相较之下 一口气大概台北就会掉到8度喔 所以其实温差变化是很大的 那么这一波呢 东北季风一下来带来冷空气 也是入秋以来最强的一波 那么冷空气最强的时间 落在礼拜六的晚上 到下个礼拜一的清晨 那么低温的部分呢 市区将会下探16度 沿海空旷地区下探14度 那么呢在中部地区呢 当然就不会下雨 每天还是阳光灿烂 但是呢冷空气也是会影响的 所以啊在中部地区 周休假期的低温 差不多是来到17度左右 那么南台湾当然了 也是同样每天啊 在头都不只大 上岛的时钟在南台湾啊 你也感觉有点温暖 有点温暖 但是日夜温差很大呀 在南台湾早上哦 清晨的时间也是蛮凉冷的 因为低温只有19度哦 那么至于东半部地区来看的话呢 其实天气当然就不稳定了 主要就是因为呢 东北季风一增强带来的水气 这个雨接下来就是断断续续的下 至少下到礼拜二 那么回温的部分呢 你可以发现东半部的低温啊 也差不多是在18度上下 所以呢 看起来大个礼拜哦 整个礼拜几乎都是这样 湿湿冷冷的天气 回温呢都不是太过明显的 所以最后呢 追随着熟丽的脚步啊 我们呢今天啊 来到了武林农场 我们介绍了这个呢 武林农场的美景 再加上呢 武林农场的这一些啊 伴手礼跟美食 更重要的是希望呢 大家来高山走走 这种伪出国 对 其实不用出国 在台湾就很享受了 尤其呢 我们现在还介绍 环山部落 也有很棒的当令的水果 甚至呢 有很棒的民宿 也有呢 烘焙的点心 等着大家 所以追随着熟丽的脚步 让我们一起来到哪里 武林农场 还有哪个部落呀 环山部落 让我们一起来赏 洛宇山 一起来 吃美食 再把时间交还给蓬妮加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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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